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人怎么伤害他,他都只想着对别人好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 他们努力付出,用心待人,希望换来善待 结果却是被人当成软柿子孽 这样的人一般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不懂拒绝的老实人 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一档情感节目上,一位大姐哭着控诉自己的丈夫 恋爱的时候,丈夫提出要刚毕业的她去她的家乡发展 她没有拒绝,放弃大城市去了小城 结婚的时候,婆婆说家里经济负担重,彩礼就免了 她没有拒绝,为了爱情裸婚了 生孩子以后,家人都说没空带,女人还是以家庭为重 她只好辞了职,在家看孩子 她一心一意照料家庭,没想到丈夫却出了鬼 丈夫请求她的原谅,为了家庭的完整 她心一软,没有拒绝 却不曾想男人辜负信任,在外面暧昧不清 最后连孩子都生了出来 大姐整日患得患失,脾气暴躁 曾经光彩照人的她变得憔悴枯稿 还患上了乳腺疾病 她总是为他人着想 到头来却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 并没有人念及她的好 日本小说家泰宰志在《人间诗格》中说 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 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 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 生活中我们往往将善良心软 当作是处处妥协,事事退让 殊不知,不懂拒绝 非但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重视 还会让人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别人倒是舒坦了 自己却往往满腹委屈,备受折磨 白岩松说 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 因为你太好说话 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 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 善良是为人处事的修养 但也要知道,人世间最不可测的是人心 不懂拒绝的老实人往往是成全了别人 委屈了自己 当你不懂拒绝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善待 当你按照别人的逻辑去活着 就不会有让你满意的答案 不懂拒绝并不能讨来别人的喜爱和善意 学会拒绝往往才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开端 曾看到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 一名26岁的研究生被导师奴役四年 不仅要随教随到,还要给导师洗衣,带饭,按摩 并且叫导师爸爸,并承诺永远爱他 然而导师在享受他提供的各种便利的同时 还用尽手段堵住他出国深造的机会 后来连身边的同学都看不下去了 劝他反抗 他却觉得只要忍到毕业就好了 从不敢表达自己的愤怒 日常还是那个沉默乖巧的学生 可惜他高估了自己的忍受极限 最终忍无可忍的他彻底崩溃 选择了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实在走投无路之前 他并非完全没有意识 也一度想要反抗 他曾经跟妈妈讲过自己与导师的冲突 可是妈妈却劝他忍下去 于是和被导师奴役一样 他依然选择忍耐 心理学家张德芬曾说过 人与人之间常常是彼此吞噬的关系 如果我不够硬 就很容易被他人吞噬 现实生活中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吃亏是福的思想 欲是忍气吞声 被不公平对待 也只是默认倒霉 从不会发怒 我们自以为委屈求全是为了别人 其实只是感动了自己 曾看到过一个比喻 深受触动 在一只象小的时候 就用铁链把它拴住 它发现挣脱不了 只能在铁链所及的范围内活动 等这只象长大之后 它已经力大无比 但是 只用一根很细的南瓜藤 就可以拴住它 并且它连挣脱一下藤蔓的意愿都没有 这在心理学上叫做习得性无助 其实 很多看起来从不发火的人 未必是天生好脾气 而是习得性无助 很多时候 愤怒并不一定是坏的 没用的 如果人不会显性地表达自己的愤怒 就会激烈地向内攻击自己 行走世间宽容大度 是灵魂最好的保养品 但是 从不会表达愤怒 却无疑是一场灾难 不会表达愤怒 你的善良会被别人当成愚蠢 你的忍耐 会被别人当成理所应当 学会表达愤怒 是对自己真实感受的尊重 是一种勇敢的治愈 职场中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受欺负 有个答案是 天真善良 而没什么能力的人 深以为然 电视剧欢乐送礼的官官 就是个老受欺负的乖乖女 同事有什么干不了的工作 都要找她帮忙 帮同事代劳的工作中出了纰漏 她被领导批评 同事非但没有替她说话 事后连一句安慰也没有 俗话说 马上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人容易受欺负 主要还是因为看起来 就软弱可欺 你看起来就像一颗软柿子 让人忍不住就想捏两下 有句话很戳心 没有能力的人 不具备善良的资格 故城有两句小诗说得好 玫瑰佩戴着瑞刺 并没有因此变为荆棘 它只是保卫自己的春华 不被野兽们蹂躏 善良本无措 但善良需要带有锋芒 演员黄渤曾在采访中谈到 原来在我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 相互打压 现在身边都叫黄老师这 黄老师那 都是好人 其实 人性有个弱点 那就是容易欺软怕硬 世间唯有两样东西不可指示 太阳和人心 生而为人 善良要给值得的人 善良的人更需要强大 而不是忍耐 电影《少年方式欲》中有一句台词很霸气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做人一人再忍 只会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 懂得在适当的时候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样别人才不会小瞧你 欺负你 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想在复杂的社会中 占有一席之地 就要让自己变得强大 成为更有价值的人 有些人 当你比他们厉害时 他们就会处处殷勤 如果你不如他们 就会对你冷言冷语 甚至暴力欺凌 余生请在善良的同时 学会适当防备 不断精进和提高自己 当你的能力达到他人 无法触及的高度时 你就会让人仰望 而不是沦为被欺负的对象 当你变得更加优秀时 那些欺软怕硬的人 见到你 就只有仰慕的份 唯有一步步自我提升和发展 才能摆脱不满意的生活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